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一点钟的 辅导你家的节目 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阶段 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当中 会透过了各种不同的主题 带着大家一起来 好好的了解议题 背后如何能让我们自己 可以有所提升和成长的空间 在今天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 在现在的一个科技网络时代之下 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 就是各种不同的隐私了 不管是自己的家世背景 自己一个财务状况 自己的感情生活健康 那现在好像在网络上面都是 展露无遗的 但是这些的隐私 其实也是保护自己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到底在跟人与人交往之间 要透露多少 或者是在网络上面 我们要投射多少 放入多少 其实这个隐私的问题 真的我们要自己多多的保护 但是我们要如何好好的保护自己 但是又可以让自己 好像也在部分的过程当中 也展露自己的一个光芒呢 其实这样子一个守则 还真的还蛮不简单的 那到底要如何去做拿捏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再度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聊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导师好 像是现在在网络的世界之下 真的好像大家的隐私 就没有像早期来的 那么的周密和周全了 尤其是呢 很多人的一些个人背景 有的时候网络上面 哇搜一搜 真的不管是学历啊 曾经工作的地方啊 甚至有一些照片啊 还有一些的 比如说地址 都可能可以搜集得到 哇在网络的社会之下 好像现在的隐私 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 也导师 的确现在网络的世界 自己很难相信 很多你认为 很宝贵的隐私 其实可能被什么样的机构 已经把你的隐私 卖出去了 你都不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发现 什么样的管道 他们怎么用 什么样的方法 竟然就可以把你的资料 调出来查清楚 所以真的就像 刚刚子蓉说的 不像多少年前 那个时候 只有纸上作业的时候 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被copy 但现在一到网络 都是电子档的时代 很容易很多东西就走漏出去 那这里面 如果我们不能够与时并进 随时知道最新的科技 是怎么样的update的时候 其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是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这个每一天都要了解 什么东西是来要保护我们 而且要想得非常清楚 知道的非常透彻 能够早一点 更新自己的各方面的认知 对于现在的这样的年代 来隐私的这个保护 是很重要的 但是现在就其实 我发现很多人 其实真的 比如说想要了解一个人 或者是有新交的朋友 都会第一个呢 先上去看看 不管是他脸书啊 或者是个人社群 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到底要在上面 暴露多少 放上多少 其实这个也是 让我自己要审慎的拿捏的 但是因为像我们自己嘛 身为主持人 也算是某一种 半公开的人物 那像是我们很多的 比如说受访者啊 他们也会想要知道 我们的讯息嘛 所以就会有一些 像是脸书粉丝团啊 或者是个人的一些社群 需要做经营 但是这个经营 其实我每一次都很 想说到底要暴露多少 不管是自己的一个 家庭背景啊 或者是自己的情感状况啊 等等的 其实在这个 要暴露多少之间的拿捏 其实也是大家 要好好的审视的 一个议题 其实这就是大家的标准了 你说有些人 他从眼睛睁开 到晚上睡觉 他所有的 好像每一个步骤 都放在自己的 这样子的一个 公开社群上面 让大家去了解 他最新的动态 他也不觉得怎么样 那我觉得 这就是自己认知的问题 自己觉得OK 那就OK了 但是有些人 你要他跟你讲很多的更新 他可能就没有特别喜欢在网络上更新那些人的想法 所以他很小心的 适度的 就是有那么一丁点的资讯 那可能他省去了一些麻烦 或者是在一个东西的不同做法里 现在看不出来 但是将来科技的什么样的演变 会不会现在的这些资料 变成以后什么样的一个利器 是加分的利器呢 还是扣分的利器呢 其实没有人知道 所以现在还是大家各凭本事 各种一种感觉来挂帅 到底要怎么样 所以现在五花八门的这种不同的表现出自己 每一天的特色 或者是需要记录下来的经典 其实在很多的管道 都已经让很多的人 去在网络上做进行的发挥 那至于隐私与否 那就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所以还是得看自己怎么想 是这样子 没错 如何在一个隐私 还有一个网络的使用安全上面 取得平衡 真的还蛮不容易的 但是我发现现代人嘛 可能就是工作压力大 或者是无聊 我觉得现在人真的很爱八卦 很爱探别人的隐私 像是为什么会想要这个主题 就是因为前一阵子 不知道导师有没有看到 就是英国的这个凯特王 他不是身影了好一阵子吗 然后呢 大家这个是谣言满天飞 就说啊 他们是不是有一些 情感上面的问题啊 还是怎么了怎么了 然后就传闻 就是非常的夸张 那到后面呢 真的凯特王妃 就公开了一个讯息说 他自己其实是罹患了癌症 哇这样子一个讯息 其实也让外界 真的非常的惊讶 没想到呢 是比较严重的一个 健康疾病的问题 那其实在当中呢 其实在前面这个 风风雨雨波折当中 也很多那种八卦啊 或者是那种谣言满天飞 到后面就为了要澄清这些事情 必须得把自己的隐私 暴露在一个大众之前 我觉得当这种公众人物 真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就见仁见智 怎么去拿捏了 对不对 你可能觉得公布什么样的资讯 OK 但是别人在看 他就不OK 那是OK还是不OK 其实也就是个人 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 你比如说有些人 他去餐馆 今天来两盘好菜 他就觉得我不照张相 放在网络上 就不舒服 他就一定要照 对不对 但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有些人就觉得说 有那么必要吗 但是喜欢的人他就觉得 他非常乐在其中 那你说在网络上他更新了 或者是不得不告诉人家 最新的情况如何 其实这跟每个人的想法 也是息息相关 如果今天很care的一些事情 你可能你就不会那么轻易的 这个release出来 但是如果今天 你没有想清楚那么明白 或者是很不小心的 就在这样子的走漏风声中 让自己曝光在 现在的这种网络世界里面 一传十 那十传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 情况下 那是加分扣分 那还是自己要来面对 要来买单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后面 还是跟我们每个人的聚会有关系 对 那想通很多事情 你就不要好过 那你说你没有想通 或者是 可能什么地方卡住 没有看到 那生命 生活 总是要在 什么样的损失后 他还知道这里面的重要性的话 那对自己来讲 就比较费事 费时费力 那一切呢 还是自己 在设定上 各方面都能够弄得 很清楚的情况下 所以才不会徒劳无功 或者是事倍功半 所以这些方面都是 我们不得不警惕的 要时时刻刻的小心 要如何去保护自己之外 且有的时候 也要保护其他人 说到了八卦 可能有些人 知道了某一个人 犯了一个小错 或者是 有什么样的一个八卦的时候 真的就很想要跟 BCDEFG来讲 尤其是在办公室当中 这种八卦 或者是这种 还没有证实的讯息 最容易满天飞了 但是呢 到底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 或者是呢 把别人这样子一个过失 或者是这种隐私 到处传递 这样子是不是也是一个 还蛮没有口德 或者是也会伤害到 自己能量的事情呢 倒是 这就是每个人的情操部分了 对吧 有些人说 没有什么 我也只是顺便 传了一下别人的 不好的隐私 对不对 他就觉得说 现在大家都在传 我有什么错 但是 以前人家说 这隐恶扬善啊 是不是 那现在真的能够认同 有几个人 那这里面会不会影响到 自己能量场的流失 或者是这个德性方面的扣分 其实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致 很多时候做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但是后面被影响的很大 那如果能够现在就看清楚 搞明白很多事情的游戏规则 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会比较公平 否则你说 先想售后付款 先花费了 以后慢慢再还 那你这些欠人家的东西 将来有一天你还不了的时候 那自己原先并不是那么清楚情况下 就已经这样子的浪费掉 自己很多的功力 其实你说是可惜呢 还是可怜 所以这些还是跟每个人的生活 进里面的思绪中的智慧 是非常有密切关联的 而智慧呢 它是可以靠我们在诸多练习中 慢慢的提升 对于很多事情 事理的一种透彻的解析度来讲 能够越早越快抓住这里面的精髓 对于自己来讲 都是一大加分或者是一项财富 所以我们应该随时要看到 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进步的倾向 是蛮重要的 但是呢 其实现代人呢 就也很容易 比如说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事件 就无限的放大 不管是在网络上面 或者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上面 常常呢 看到黑影就开枪 或者是卑躬蛇影 然后自己呢 在加油添醋 往外传播就觉得说 哇 我可以掌握到第一手的消息 诶我照这个讯息 好像呢 就是很希望全天下都知道 觉得好像自己很厉害一样 但是这样子一个传播出去 可能呢 会对于这个本人 遭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危机 都不知道 那这样子呢 去危及到别人的一个 不管是安全 或者是一个名声 也是让自己呢 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来导师 子宏提到这一点呢 我就觉得 现在的网络身 人家说消费者付费嘛 对不对 那个你要去吃一碗饭 你要付钱 你什么都要花点 你的什么样的付出 去换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但偏偏呢 在网络上 随心所欲的 这个发表意见也好啊 或者是 怎么样的文字叙述也好 只要自己愿意 有什么不可以 根本不用花任何的成本 但是里面的对错 随着自己高兴 大写特写 而这个里面 如果出来的都是错的 都是编造的 都是让人 没办法认同 你这样做法的 一时可能真的是 使用者不付费 使用什么呢 你等于是 把别人的这些 隐私拿来使用 或者是 很多 我们不应该去 踏取到的那一块 我们却乐死不疲的 在上面 蹂躏 那这些东西 现在不付费 将来要不要付费 就是问好 也许不是真实的世界 这种一块两块的付钱 会不会我们现在 把别人的一些隐私公布啊 或者是我们 在别人的一些 什么样资料上面 我们又添油加速的 点点点点的这些 让人家觉得三条线的 多少时间之后 会不会地球是圆的 这些不好的事情 哪里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被别人弄 被别人血 被别人害 那这些东西 现在的时间点 可能看不出来 所以大家也觉得 不痛不痒 但是如果能够 做一个实验 来观察这里面的 一个生态环境的变化 其实我相信 还是时间未到了 时间到了 你会看到 最后还是会影响到自己 因为这毕竟 这能量 挨出挨返 你把这能量发射出去 它就会回到你身边 发射好的 就回到好的 发射不好的 回到不好的 在当时 回到不好的时候 它又会因为 这能量场的存在 然后对应到你的生活 就这么巧的 就会有人 在你的故事里面 去把它真实地演出来 所以上那间 你也是受害者 就很可怕了 这样听起来 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其实我们 在接受到一个讯息 尤其是在别人的 这个隐私面前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听听就好 或者呢 其实我们 在听到了任何讯息 要如何去辨别真伪 还有做查核 其实也是要 透过我们智慧 来做一个辨明了 但是我们的智慧 要如何提升 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 好像网络 社会之下 每个人都是 摊在阳光之前 我们要如何去做 这样子一个智慧的辨别 其实有的时候 也是不简单的事情 到底要如何提升 自我的智慧呢 先来休息一下 听哥歌曲了 来送上尖手 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轻快音乐作品 同样也是来自 太阳声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夺标 在音乐之后 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会儿的节目当中 持续再回到了 辅导你家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持续邀请到了 全球超级生命 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声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了 休息一下 听个音乐 待会儿 继续再回到了 节目当中 生命数实在 谁都期待 自己能夺标 但是呀 关键总在 爱你要不要 想通了往前冲 不能太讲 要不然看戏的人 会觉得好好笑 太多理由 总是把自己弄得快 不认为手交 千错万错 千错万错 总听到自己乱讲 到底想要什么 是否知道 千万别忘了快快 多表才失望到 贫富贵 贫富贵 就是查在自己 是否想好 因为呀 喜剧悲剧 总是要巧 所以弄对方向 总是要巧 总已不少 健康平安 幸福圆满也都不能少 不少 觉得好 努力做阳光尝尝 心口河 抹抹尽 痴症不早 全感到 总有深心的要好 寄出工作包 容易夺表 太多理由总是把自己弄得快撒脚 千错万错总听到自己弄脚 到底想有什么是否知道 千万别忘了快快拖标才失望到 贫富贵前就是差在自己是否想好 因为大戏剧悲剧总是要敲 所以弄对方向总已不少 健康平安幸福圆满也都不能少 抉择好努力做阳光长长 心口河默都几只真不早 常感到朋友身心比友好 寄出工作宝容易夺表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请请我们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汤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主持人好 基硕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讲到了其实现在的网络社会之下 好像每个人都摊在阳光之前 每个人都是赤裸裸的 不管是自己的什么工作啊 家庭生活都是放在阳光上面 被大家来做解释 但是呢 这些的一个隐私 或者是自我保护的安全 还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呢 在网络上面 现在呢 好像因为演算法的关系 那种比较容易煽动 或者是比较容易激怒人心的一些讯息 新闻或者是一些片段 比较容易得到了一个传播 其实现在发现 哇这样子一个网络世界之下 好像呢 这种隐恶扬善的这种美德 已经不见了 现在反而是呢 隐善扬恶了 现在网络上面看到的 都是那种互相的谩骂 或者是在各种议题上面的 互相两派的攻击 好像呢 这个世界已经变得 跟我们以前 所有的这样子一个道德 或者是一个价值 完全不一样了耶 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的教育与否 搞不好现在 你去问一些很小的学生 什么叫做隐恶扬善 可能他们已经不知道 这什么意思了 但是这个刚刚子宏说 刚好是相反 这个隐善扬恶的气息 倒是蛮浓的 比如说你一件什么好事 很少人想要帮你 复制的去报导到各方面 但是只要有稍微蛛丝马迹 可以让人家来做文章的一些批评 或者是霸凌 你就会发现 从来不缺战将 到达哪一个社群 到达哪里去发挥 而这里面多少的互动 话语 讲法 正确性 耐人寻味 那真的是 在这样子的一串下去之后 影响当事人有多少 这就大家要很谨慎小心 毕竟你说这一刻 我们是隐善扬恶的人 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自己也被别人 在网络上这么样子的对待 那如果这样子 你也是这样子 他也是这样子 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很可怕了 你可能稍微一不注意 你可能就是变成大家 这个在网络上霸凌的一个对象 那自己生活上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有很多的压力 或者是生活的不自在 各方面的一种不能释怀 那刚刚我们前面讲嘛 就是自己做出了什么事情 其实有一天 他就会回到自己 只是现在的人 他不相信这些了 所以他只要我高兴 有什么不可疑 先做再说 那就会变成这样子的一种 大家装飞杀月飞 杀得满天飞 大家也没有在管 到底对错了 只要当时有他的一个可看性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 操作的理由 可能就有很多人投进去 绝对不落人厚的 把一些事情 没有视理的情况下 就已经讲得栩栩如生 在这种栩栩如生的情况下 网络的正确性与否 也是耐人寻味 所以弄到最后 在网络生态里面 大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 到底是帮助了自己呢 还是有一天 我们要去查一些资料 或者是把自己埋没在垃圾里面 却没有找到真正重要的资讯 其实这也是有可能发生 总而言之 这些东西 我们还是要凭着 可贵的道德与否 来看待很多事情 对自己来讲 可能是现在或以后的最大保护 没错 现在好像在网络上面浏览 就觉得说 哇 现在的世界好像越来越糟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战争 或者是一个负面的讯息 什么在政治上面的打选战 就是闹得沸沸扬扬了很多事情 哇 反而激起大家讨论的 好像都是比较负面的 但是呢 比较正面正向美善的东西 好像现在的传递越来越不简单 但是要如何把这样子一个美善之心 再度的找回来 然后呢 发散到我们自己的身旁周遭 然后扩及到了世界国家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如果有这样子一个美善的心 也想要往外传递 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老师 所以这个基本教育啊 我觉得就是相当重要了 因为到底什么是我们该做 什么是我们不该做 心中的那把尺 我们的标准 究竟是以自己的曾经学习 或者是经验里面的哪一套为标准 那每个人现在可能都不一定了 那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还有这个公民与道德 但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没有这些课程了 所以你现在新兴学子 一晃就20岁了 一晃可能就中年了 如果这么多年下来的学子 他们都没有这些教育的洗礼 你问他说他有什么不对吗 他说没有什么不对啊 都很对啊 那你说难道什么事情你没看到吗 他真的无感啊 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标准里面就没有告诉他那是错 所以在现在的环境下 如果大家还是没有把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啊 道德的提升 复苏 还原到以前大家都很注重的情况之下 我想这可能后面因为大家都没有道德 把这个整个环境弄的就是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的情况下 其实可能是人人都是输家 只是在一个恶性环境的巡回之下 那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你要把这边补强 那边又开始犯了这个问题 那一个成功的社会 他可能要有多少代来让这样子的事情尽以求尽 但是我们已经多少代没有注意 或者是抹杀了这里面的重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 各种可能性的对峙 吵闹 其实有那么严重吗 如果没有在道德的基本下 就很严重 但是有道德的一个标准里 其实很多事情根本不用针得一点红脖子出 本来就不应该做的 对不对 为人处事 人生在世在天地之间 本来就是之所以为人 很多道理是基本不应该做的 但是是不是能够现在赶快的 能够复苏这里面的重点 让大家都知道对错的一把尺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现在好像真的世界已经开始混乱起来 要透过了一些正面的一个传递 有的时候真的不太简单 但是如果很荆棘的想要去做一些改变 其实从你我身旁开始做这样子一个正面的循环 和良善的一个学习真的也非常的重要 那像是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 其实就传播给大家比较多正面的一个讯息 不管是透过了爱与感恩或者是弟子归当中 其实也可以找到了很多在早期所谓的一些道德 或者是一个良善的一个标准 那在自己自我做学习之后 其实也可以把这样子一个好的讯息 跟身旁的一个家人朋友来分享 说不定可以这样子比较渐进式的 慢慢的影响到了 可能慢慢扩及到了在家庭啊 社会当中让大家这样子一个正面的循环 会是比较多多过于负面的循环 可能我们现在的社会就会更真相美好 倒是 所以讲到这里呢 什么事情都有什么人喜欢 什么事情有什么人会排斥有对立 那以前的社会没有那么样子的这种管道 可以一下子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有些人持反面的态度也许无伤大雅 但是现在呢 这网路只要一个按键按下去 你的言论可能就造成了某些人的损失 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发展 但是因为刚刚前面讲呢 他这么按下去不用成本的 而这样子影响了你我他 影响了整个社会世界的进展 那么如果大家都没有这样认知 说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慢性毒药 或者是对于你我或者是我们的子孙 是犹如杀伤力啊 犹如很尖的刀刃一样 去伤到我们的未来 如果大家都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共事的情况下 这个社会的进步就会从正变成负 那么现在看起来的确 这个世界发展的方向 路径好像比较没有往正向性进步 尤其这些社会民风啊 各方面都在往负面的走比较多一点 所以能够早一点看清事实 看到这些会影响到我们自己 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这些有智慧的人 应该是大家心手相连 能够把真正对的事情来告知世人 变成了一股力量大家的共振的情况下 能够让全世界至少有这样的正义之声 能够有一种清流在推动 真正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些基本盘 重要的观念 我想这些东西也是认知 毕竟在现在你要这么做 也许在整个时代意义里面来讲是很重要 但是不可会言的还是有多少人会反对你 而他们的反对 他们会用最快最容易渲染的速度 就把你给污蔑掉 所以这真的就是张飞杀月飞的一个年代 大家自求多福 不管怎么样 会不会哪天弄到自己 这就要做的时候要去想一下 毕竟人还是要留一点对的事 在坚持着 否则你说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子孙 有一天被网络的霸凌 这些都不是我们想乐见的 那己所不欲物施于人 能不能够有这样的思绪 这样的涵养 那也就要看我们大家的努力 整个社会一起的进步 我想这些都是蛮重要的 就看大家所追求的价值在哪里 如果大家是追求一个美善的社会的话 那当然要从我们自己开始着手做起 虽然说这样子很不简单 但是我们透过了自己的一个力量 好好的努力来扩散到了身旁的家人朋友 甚至到了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上面 其实就有机会可以尽量来翻转 这样子一个引善洋恶的一个社会 让我们可以更真相美好的世界了 但是到底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善 还有一个正面的循环 还有正面的能量 要如何一起来做共振呢 其实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 导师也透过了方方面面 来跟大家分享 尤其我们的超码的学员 真的是散播在全世界各地 各个城市都有 所以其实我们的学员们也很努力 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良善的一个讯息 和正面的一个循环 所以咯也邀请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从我们超码的系统 开始一起来做学习和成长 那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超码有兴趣的话 可以透过了网站上面 先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脸书粉丝团 在手机当中也有超级生命密码的 梦想舞台手机APP 在当中有好听的歌曲 最新的消息还有课程的相关讯息 而且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城市 也有召开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精英会当中会一起来分享 导读太阳升特导师的出版著作 还有学员读者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 但是因为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 时间地点都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APP当中 来询问客服人员 就可以找到大家比较适合参加的精英会时间和地点 又或者大家对于筹码的系统 或者是精英会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询问的管道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电话抄写起来 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学习 然后一起把这样子一个良善的社会 不断地传递下去 在网路上面 哇 现在好像真的就开始 更多的这些美善的事情 可以透过了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播 让社会的这样子一个正面能量 可以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循环 还有发展了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 再次的感恩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感恩导师 谢谢芷蓉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阳圣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 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声音节目分享出去 欢迎大家可以在Podcast播客当中 来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在歌大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 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 整传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透过了声音做学习 做成长也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了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 同样也是来自太阳圣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爱的呼吸 而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 在节目当中所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 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104.1空中再会咯 拜拜 轻轻轻的闭上眼睛 放下分柔善变的心 静静聆听风指引 吸着一口温暖的情 感受空气 感受空气里 吸引你 将心事说于流星 把爱的心事说于流星 把爱也托付白玉 把爱 耕耘 把爱 耕耘 走过雨 走过风 走过伤痛 我心不再波动 我心不再波动 浮足静静相拥 我心不再波动 恰恰恰好汗星空 学会宽容 生命旅途中 有爱 万石头 附座静静相拥 有爱后的星空 学会关闹生命的途中 有爱万事多 轻轻的闭上眼睛 放下纷扰身边的心 静静聆听风指引 吸着一口温暖的情 感受空气里吸引 将心痴说于流星 把爱依托付白云 把爱隔离 走过雨走过风走过伤痛 我心不再波动 浮足静静相拥 勇往浩瀚星空 学会宽容 学会宽容 神秘旅途中 有爱万事痛 万法本来痛 万华已重重 你我之灭 你我在喜中 往事已如风 是非成敗 浮云笑贪重 目骨沉重 敲心千年梦 爱的呼吸哦 风声千万踪 光的祝福中 灵魂因爱圆满千年 千年时空 万发本来痛 幻化已重重 你我最西中 往事已如风 是非成败 浮云笑谈中 目骨沉重 敲心千年梦 爱的呼吸哦 风声千万踪 光的祝福中 灵魂因爱圆满千年 时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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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